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呢 是立刻前往大学生说的那家小吃店 调阅了监视机画面 远景非常仔细的查看 结果终于看到凶手了 透过画面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女大生跟家人一起坐在第二市场内吃美食 结果呢她将钱包夹在腋下 起身后呢钱包就这样掉进了她随身携带的雨伞内 这时女大生呢并没有察觉哦 继续呢前往下一家饮料店 那么要购买饮料的时候呢 才发现说钱包不见了 让她非常的着急哦 以为说这钱包是被小偷给偷走了 那么赶紧前往派出所来报案 那警方呢调阅监视机后呢 真像大白了 原来凶手竟然是她随身携带的雨伞啦 乌龙一场 那女大生看到画面之后呢 一方面呢也觉得不好意思 她自己搞了个大乌龙 不过呢对于警方的帮忙相当感激 那根据了解呢 这名女大生是马来西亚籍的到台湾来留学 趁着假日呢邀请家人到台湾来旅游 没有想到呢搞了个大乌龙 那相信呢这也会是她呢 相当难忘的一次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